接着上集说 我对着绿茶已经忍无可忍 姐姐你别丢了 不行 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 小弟弟 我跟你道歉行吗 你让这个疯子别丢了 姐姐你放过他吧 他已经道歉了 这一刻小朋友的心又软了 放过他吧 对呀我知道错了 你伤过我吧 小朋友你怎么还相信他 我绝对不会再欺负他了 这算是真的 不过我没听他的 依旧还是炸了他 宝宝快点过来救我呀 这时候我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神 你还别说 你们教的这招还挺管用的 姐姐不要 他死了会竞赛你的 就是你炸了我 我就把你竞赛 大不了到最后咱俩谁也别玩了 咱俩最大的不同就是 你怕掉分 但我不怕 姐姐 要不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吧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骗我们了 对对对对 姐姐刚炸你你不要生气啊 我绝对不会再欺负你了 姐姐你放过他吧 哎 我无话可说 搞得我差点觉得是我做错了 姐姐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嗯 就是想谢谢你 接着 这女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小朋友特别好 我差点就真信了 来小弟弟 这是医疗箱 我还给你 谢谢姐姐 谢我干嘛呀 这本来就是你的 是姐姐不对 姐姐不该订你要物资的 我感觉 这女的应该是 不打算欺负小朋友了 终于可以好好玩游戏了 可没想到 楼上有人 我先上 姐姐我跟你一起 这一次我真的是气到爆炸 你们 看吧 现在你相信了吧 姐姐对不起 姐姐姐